我们先花了一些时间 厘清了交警总队的对手 先是华野的两广众队 然后又是华野的八众 整个战斗过程其实也非常的惨烈 我想大家其实也蛮好奇的 以散兵为主的第三快速众队 打了三天退回地球殿 还损失了一半的兵力 那为什么交二总队他可以这样撑下去 其实任何部队都是肉体组撑的 会累也会流血 根据张干平的说法 他们连续几天都没有睡觉 他去地球殿开会的时候 坐子都会睡着 那他被问到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只有回答 三丸太重 疲劳太盛 请求真远 把我们调到第二线 休息一个晚上就好 可是呢 房百通那个时候根本也抽不出兵力 再加上这个是七月初 夏日炎炎正好眠 所以在挥汗如雨的战场上面 就算是金刚不坏之身 也不可能支撑一个星期都不眠不休 照张干平的说法 真的是累到不行 是 所以他们该怎么办 因为房百通派不出兵力来支援 所以给了两条路 第一是可以和第三快速重队一样 退入到地球殿 第二呢 你们自行突围 最后呢 交二总队决定 坚守陈刚还有葛寨 救了自己 也救了整个房百通兵团 于是呢 交二总队总队长张基武呢 召开的政权会议 还特别的说 这位司令的指挥道德 是不容我们稍有怀疑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战场上 甚至在部队里面 指挥道德 是上下一心团结的一个重要凝结 是是 所以张干平讲 大家对突围一案 其实有一些兴趣 因为在别动军的时代 他们都是属于打游击的方式 所以突围对他们而言是家常变换 所以大家也都觉得稍微有点把握 就讨论说要怎么样子进行 可是总队长张基武呢 一直都没办法下定决心 最主要是觉得说 他在盗域上面会对不起黄百通 也认为说他们只要一走 黄百通兵团还有散兵总队 一定会被吃掉 所以这样听起来 这张基武其实他是有大局观的 因为到后面的证明说 就是因为他们守在那里 黄百通没有被吃掉 是 所以张干平讲 张基武没办法下决定 那他后来他自己发言的时候 也非常明确的表态 他反对进入到地球殿 可是也反对突围 他的理由是 地球殿的土墙内 密度已经像是蜂巢一样 天上只要掉下一颗石头 也可能会砸到人 连砸兵都要拿枪去做反手 如果交二总队退到里面去 也一定是担任在土墙外围做反育 攻势不如我们现在的好 搞不好一去了 还没有站稳 就已经被人家给打掉了 与其垮在地球殿 还不如暂时在乘干 死的还获得一个打死不退的好命 第二 这几天下来 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受伤 他们是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而受伤 我们现在如果要突围 怎么能够忍心的把他们给抛弃 这也是对底下弟兄的指挥道德 也就是说所谓的对上对下的考量 让他们难以抉择 对 所以后来交警第二总队决定不测 也不突围 阵地造就 就是赶快利用此机 家庭的修补工事 就准备再继续的打 所以后面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才有华野八仲在7月5号 没有肃清地球殿的外围 没有办法在7月6号进行总攻的这个结果 没有错 所以那个时候地球殿外围 就是围二的两个阵地 就是陈甘 葛专 都是交二总队他们所把守的 在7月5日 最危险的时候 八仲有几次的冲入了陈甘的阵地 可是都被击退 那打到最后 张干平他自己讲 他说他的右腿也重担受伤 那结束的时候 他的上半身 因为你会流汗 其他上都是防范区 所以就好像你忍 整个下半身因为流血 所以像是血忍 那整个头都是泥沙 完完全全的面目前非 他还讲他上升护山的那次 如果八仲在黎明之前 再来一次冲锋的话 他可能就正完在城干 整个黄柏涛兵团 也会在那次完蛋 简单的讲 交警第二总队赢 是赢在最后的五分钟 所以像听他的自己的描述 这玉东会战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不管在哪一个战场上都是一样 可是也让我们很意外 就是交二总队竟然这么能称 因为交通警察总队的前身 是跟军统的代理有关系 所以很容易被认为 是具有神秘性质的一支武装力量 加上他们的装备还不错 所以也被认为是蒋介石的袖正王牌军 他们最初的设计 他们的编制 并不是要打正面作战 所以整个的装备 还是步入野战部队 比较像是散兵一样 活力偏向轻装化 都是偏轻装备还打成这样 其实这个袖真王牌军 这个形容其实还挺贴切的 可是他们因为 后来国军逐渐的处于劣势 所以他们的任务 也从威夫提公路这个角色 逐渐的变成了作战部队 虽然说有在一两场战役 表现得很好 比如像是玉东战役 可是多数的时候 其实是没办法抗衡 整个装备已经日益进化的共军 不过我们在这边 其实还是要赞扬一下 就是在玉东战场上面 能够稳守不齿 已经值得后世蛮佩服的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 后来战场 因为整个局势的扭转 所以整个交警部队 他们也不断的失利 后来交通警察总局的局长 最后是由黄埔一起 甘肃人马志超来接替 那他后来成立了四个交通警察旅 那旅长分别是周文新 王春辉 杨玉春 还有鲍布超 那这些部队呢 在1945年的5月 他们也分担了上海市区的部分的守备任务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大部分都被侵灭 主动把武器放下来的 其实是比较少的 也就是说呢 这支部队基本上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是 那他们后来其实还是有少部分的残余部队 后来被改编为国军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一集是以交二总队作为主线 那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些考证 那最主要是 我有时候觉得说 玉东战役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们在网络上 或者说也看一些文章 其实不晓得为什么 你会觉得好像有明显的错误 那我们下一集呢 就要进入到地球店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 谢谢 刚刚老谭有说 在玉东战役的这个推进过程之中 老谭其实把参战部队的背景 其实也有把它单拉出来 也是要让好朋友能够在观看大局中 能够推敲一下 透过这个部队的属性 然后来推敲一下这个对战事的影响 他们其实就像是战场上的蝴蝶 拍拍翅膀 激起什么样的效应 改变了多少历史的进程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谈兵读武 历史与新闻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给我们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 到底下跟我们留言 跟老谭交流 也能呢 用Podcast收听 欢迎大家到Apple Podcast里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心的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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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